南投有一名王先生 七月的時候到南部拜訪朋友 他先生喝醉之後 朋友酒駕帶他離開 被抓了 結果測止零點四 因為連坐法的關係 車主王先生也收到了罰單 挨罰金額三萬七千五百元 他認為自己已經醉到不省人事 怎麼能夠阻止朋友酒駕呢 所以不滿提出了抗告 沒有想到抗告之後 罰金反倒增加 變成了六萬塊 王先生拿出公文表達不滿 說七月上旬到南部訪友 喝醉後被朋友搬上副駕駛座 但喝酒的友人卻酒駕開車 被警方抓包酒測值零點四 這一抓連帶自己也吃上罰單 實在欺詐 但沒想到不滿提出抗告之後 讓王先生更傻眼 抗告完開罰金額從三萬七千多變成六萬 到底怎麼一回事 汽車駕駛人酒駕 那如果汽車所有人在同車的話 如果是酒測值未滿零點四 那他是處罰新台幣三萬七千五 那因為這件案件 他的酒測值是零點四 他是要處罰新台幣六萬元 監力戰表示去年七月一號起 已經實施酒駕車內同行者 必須連坐處罰 因此車主王先生才跟駕駛出銅額罰金 監力戰認為一切依法處理 但挨罰的王先生不滿 氣到大罵政府根本搶錢